欧拉更爱女人 但也不拒绝男性 这是欧拉CEO董玉东 在闪电猫发布会上 说的最新品牌定位 但是作为男性的一员 我也想发声一下 董总 您还是做好您的老色皮吧 我们男性对这个欧拉 还是不太感冒的 闪电猫这个名字 还是多少沾点运动的 但是除了高性能版本 其他的都是前置前去 这两年又和运动背道而驰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闪电猫出的这四款车型 到底怎么个事 首先看外观 闪电猫的出现 也是引起网友的一众调卡 有说像小鹤虫的 也有说像帕拉眉猫的 低轻伤就是 copy痕迹过于严重 高轻伤就是向某某某致敬 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这种没有个性的设计语言 从小就害怕老师说 谁谁谁抄袭 现在长大了 听说长得像 我都有点嘖嘖发抖 本次一共发布豪华 尊贵 长续航和高性能四个版本 如果说非常喜欢这个闪电猫的外观 一定要推荐一款的话 我推荐最后一款 至于为什么呢 请听我细细到来吧 首先说这个豪华版 它徒有虚名啊 虽然说豪华版 但实际上就是个入门 全系只有它阉割了 自动驳车入位 遥控驳车 电动后备箱 感应后备箱 还有循迹造车 以及对外放电 HUD等等 可以说它该有的没有 不该有的 它更是没有 再到这个长续航版本 无非就是电池更大了 续航更长了 但是同时电号也增加了 该怎么选 因人而异吧 但是咱说 咱三万六 买这个一百五十公里的 续航 咱这个脑袋吧 也没有这么大吧 最后再看看这个高性能版本 终于是个四驱了 电机功率大了一倍 扭矩呢 也大了一倍 百公里加速 四点三秒 但是这个车的造型吧 过于圆润 从这车里下了一个男生 多少有点伪合感 不如去看看这个比亚迪海报 但是一万个人眼中 有一万个哈梅雷瑟 买车还是要看你个人的喜好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欧拉还是很难吸引男性的眼光的 如果说女孩子 特别喜欢这个外观 买一个松柜馆 完全是足够的 好了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闲车帮选车 如果您还有什么纠结的车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